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包含一个原子 对吧 那什么是原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原子是正常表达最基本的组成单位 而且每个文中至少包含一个原子 对吧 那原子是由那些未显示指定为原字符的打印字符和非打印字符组成的 对吧 所有的符号都是原子 就这么记就可以了 对吧 那什么是打印字符和非打印字符呢 比如说 我这来做一个笔记 看一看 原子 对吧 对 包含什么呢 第一部分 包含比如说打印字符和非打印字符 那什么是打印字符呢 比如说就是我们能敲出来的字符都是打印字符打印出来的 比如说小A到小Z大A到大Z对不对 0到9对不对 什么碳号 紧号 确认的这些符号你看是不是都是我只要敲键盘就能打印出来的 这就叫打印字符 那这些都可以叫做什么 原子 原子 你想匹配我现在输出的任意一个方都可以 比如说这块我们有 一句话你看 这是一个泰瓷测试对不对 比如说我就想匹配这里边的能够匹配到呢 有没有呢 我随便写一个先写一个最有单元 比如说W这里没有对不对 我现在匹配W能匹配上吗 是不是匹配不上 我们先试一下 Lawcast test.peer p 是不是没有匹配上 但是这里边有的字符比如说A 我现在写的是不是有普通字符 是不是就是原则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就匹配上这里的A 把A拿出来吧 对吧 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A 如果A的A的话 咱们用这个匹配才只拿出一个 是这样的吧 知道什么是打印字符了吧 对不对 那非打印字符 是什么呢 非打印字符什么呢 什么叫非打印字符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 看到了吗 有个灰车 看到了吧 那这个灰车我能够匹配出来呢 则是斜杠N代表灰车的 看到了吗 对吧 那现在如果这里边没有灰车的话 没有灰车的话对不对 那我们斜杠N能够匹配到灰车呢 是不是没有匹配上了 但是我灰车一下 能看到我打印出灰车吗 是不是看不到啊 是不是就非打印字符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匹配成功了 这个鞋杆这里没显示 对不对 是不是匹配成功了 为什么匹配成功了 因为我这鞋杆有灰车 没打印出来 但是有这个符号 敲了一下电盘 对不对 是不是也能匹配出来 对吧 这就是非打印字符 那咱再看一下 那像这些模式里边 如果匹配这些特殊字符 如果后期能学习原子的话 这些特殊字符是有意义的 知道吗 什么意义 比如说 比如说 有意义的字符 假如说 后期当学的新 对吧 或者是点 或者这个符号 你什么什么开始的 对吧 都是在模式中 它是原字符 后边要讲的 是有意义的 但是呢 我在这里边 我就想匹配 这个符号 有没有这个符号 是不是有这个符号 有 如果我直接这么写 它匹配它 能匹配这么多吗 如果直接把它看成原子的话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 是匹配这个 但是找到了吗 没有 这是一扣卖 现在这是不对的 像什么 转移一下 你看这玩意义 就出来了 对不对 把它当什么 所有的 除了 小一到小 大一到大 零到九 下滑线之类的 这些普通的字之外 其他的符号 咱们得用的时候 最好都想转移符号 这样的话 咱们就能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符号了 所以说 这个符号 它是什么 转移 转移 字符 对不对 它的功能有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 可以干嘛 可以将 有意义的 字符 转成 没有 意义的 原子 字符 看到了吗 将有意义的转成没意义的 这些符号有可能都是有意义的 对不对 那我们把它转成什么 用斜线就能转成没意义的 比如说 我这里边 字符串里边 如果后边有个句 有个点 对不对 我想匹配点 而点在我们这里边是一个代表所有的原子 对吧 如果我就想匹配点的话 加个转移字符 就可以匹配点 看到了吗 如果不加这转移字符 你看一下 它会匹配什么呢 它代表所有的字符 是不是T 第一个T是不是就先找到了 而不是这个点了 对吧 第二是一个大的原子 代表所有字符 后边怎么会说 能理这个问题吧 所以要想让它匹配 就想匹配点 就让它代表所有字符 这个意义 是不是消失 加个反应 转移起方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就是转移字符 可以将有意义的字符 转成没有意义的字符 变成原子 使用它 将有意义的 变成原子 就是没意义的 对吧 第二个 转移字符 可以将没有意义的 什么字符 转成有意义的 什么 有意义的符号 有意义的原子 这个点有没有矛盾 转移就是什么 就相当于咱们太号取反的公用样 对不对 真的将它变成假 假的将它变成真 听什么 那咱们再看一下 什么意思 比如说 这里边T有意义吗 没有 没有意义 对不对 我写T的话 本身是不是就没意义的 是不是 就匹配到定T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加个斜线 T没意义加息 它是变成有意义的了 它匹配的就是table键 table 那你看一下 这里边能把T匹配出来吗 有T的table键吗 没有 那这里边随便找个地方 我按一个table键 我现在按了一个table键 看到了吗 我现在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匹配上了 当然table键是非打印字符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边非打印字符 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匹配上了 那当然这块 在双眼号里边 你看那T本身转移的话 单眼号里边这T能不能用 咱们双眼号里边认转移字符 单眼号不是转移字符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看一下这可不可以 觉得会不会可以 你看这边就能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尽量像这种意义的 怕的是在双眼号里边 把它意义输出的时候看不到 咱们把它用单眼号 是不是就可以了 能立着这个作用吧 那这是有意义的没意义的 对不对 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 不是说所有的字符你加上斜线 所有的没意义的字符 你加上斜线都变成有意义的 对不对 比如说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字符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那我加上斜线之后 它也不能说代表推不天代表灰车 代表推不天是斜杠T代表灰车是斜杠N 换R是斜杠R对不对 什么吹着这把铺斜杠F 是不是这一东西 那这个它也没意义怎么办呢 你看我这块写A 你看现在能能匹配到 能 是不可以 我加上转移字符之后 什么意义 对啊 没意义的 它也不知道转成什么意义 对不对 还是按A来算 这这边就不找这个A了 对不对 多了一个 所以呢 在没有意义的不用加的话 你就毕竟不加 听懂吗 但是呢 数字是这样是可以的 比如说 其他的符号 什么像Terry 这个没意义对不对 我加上反映线 这里边如果有Terry的话 能够匹配刀呢 能够匹配刀 来我们看一下 这匹配刀了 对不对 但是加其实不Terry 这个它也不是特色 不加呢 是不是也能匹配到 对吧 所以这里边 记住一个特点 什么呢 一个字 正常的一个字 就是A到Z 大A到大Z 0到9 或者是下滑线 除这些字符之外 其他的所有字符 都可以 什么的 这里边字符 如果加鞋盖有意义的 没意义的 就比如鞋盖鞋盖鞋盖 就会转成挂上回车 对不对 对吧 A是垂直这表图是有的 也就是记住 所有没有意义的字符 加上转意 也没有意义的 对吧 比如说鞋盖鞋盖鞋盖 加不加是不是多可以 对不对 所以都是可加 可不加的 这种 比如说刚才咱们这块 来一个鞋盖鞋 这里边假如有个鞋 你看一下 这块 写上锡 这几个符号 都不有意义 那就不是了 比如说 这里边匹配个9 没有匹配上 对不对 那我这块写个9 在字符串里边 是不是就匹配上了 然后这里边加上鞋盖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不是也可以匹配上 对不对 而刚才我举的AE和C那些东西有意义的 听懂吗 所以你加上鞋盖的时候它就变成有意义的了 对吧 所以像我说的 所有没有意义的字符加上转意 也没有意义 那么可加可不加 听懂吗 嗯 但是说 那我也不知道哪些字符有意义 哪些字符没意义 怎么办呢 对 那 其实系统里边 会有 一个函数 就是在手册里边 后边咱们给你讲 有一个函数干嘛呢 专门能识别哪些有意义 哪些没意义 你只要放到函数里边 所有有意义的 想要变成原则 自动你全能加入款机来 就是转移字符 听懂吗 是有这样处理的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 所以这就是咱们这块 第一个要介绍的原子 就是所有的符号都可以做原子 对吧 你可以加上转移 可以加上转移 明白这个意思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跟大家介绍的 转移字符中的第一个 普通做符做原子 和一些特资字符 转移后的原子做原子 还有一些非打印字符 做原子的前三个 对吧 下一个咱们再介绍什么 第四点到第五点 这种原子 对吧 这样的话 你以后得写的时候 匹配原子就应该没问题了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咱们就先 就到这里 好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